我是大远方旅行 昨天我们自驾游来到了这一座县城 这里是云南的延津县 昨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我现在所站在的这一座大楼的楼顶 我们就住在楼顶底下的那一个酒店 今天刚好在七点多钟跑到这边来观光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景色是非常的独特的 底下有一座桥 桥底下就是一条河流 这个河流的水比较黄 可能是这两天下暴雨的原因 然后我们最主要可能看到这个奇特的地方 就是这条河的两边去建了密密麻麻的房子 都是高楼大厦 当然最伟奇特的就是两边竟然还有大山 也就是说这一座县城它是嵌在这一条峡谷之中的 它这里号称前云南最窄的县城 我估计也是前阁最窄的县城 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样的一种景观 虽然说现在是早晨七点多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底下已经很多人在开始忙碌了 可以看到底下你看一下这条街道 都已经很多的车辆在开始行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到处都是银海缭绕了 所以说起的这么早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是有点事已蒙蒙 但是依然不影响我们观景 最主要就是看到这一个县城 你看它是像在这个河的两边峡谷的中间 真的是太美丽太壮观了 小美丽太阳 这里就是号称前云南最大的县城 我觉得也是全国最大的县城 因为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县城 延津县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计较游下一站 出发